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有机店最夯的就是吃甜菜羹 不过很多人也说甜菜羹直接打汁 有这个臭气的味 我也觉得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 赖大哥种的这么漂亮的甜菜羹 要教你甜菜羹三吃 可是有伯母 等一下再教你 先洗干净再说 虽然在土底拔出来 它是连筋带那个羹都在这上面 所以我们拿回来还是要一冲 把它冲干净 特别是外面泥土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有一个菜瓜布帮它洗澡 把外壳刷一刷 哇 达达你看 洗了就变这么漂亮的颜色了 今天看一下赖大哥里面种的 有没有很红 因为一般你在外面有时买 它里面白白的 只有外面红红 那这边如果它是 因为有机栽培的 我们连这个筋 我们今天都把它取下来 不要浪费掉 可以拿来炒来吃 OK 这边呢 其实下面有一些须须把它去掉 洗的时候不要去掉 这个就是抓泥土里面的营养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弄掉 OK 可是我今天就不削皮 因为我要留住它的营养 那我们就是如果你要整粒煮也OK 可是整粒煮可能要二十几分钟 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把它一切为二 美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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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放在里面 OK 这个如果你切这样子 它的这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美 你切这种方式 你看 美不美 这个可以补血 你知道吗 那我把这个底部放下面 把这个朝上 因为我不要让它的红色流失掉 那我们稍微把它移一下 你用少水来煮它它营养不流失 它越好吃 所以我们只要加 以这样的量 我今天加这个125ml 我们加在锅底 OK 那火不要马上太大 因为这是厚实的东西 你要让它里面熏透 再转小火 它就会很好吃 OK 那我这边先给它滚 可能它的时间 麻烦跟我按一下timers 我给它滚的时间 大概四分钟 滚了 我们再转小火 OK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中式的 OK 中式的我们就是削一点皮 削薄薄就好了 OK 好 那我切甜菜根之前呢 我们今天很重要的 我们吃这个中式的春卷 我一定要加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台湾人有些很多的 挂吉对 OK 那我加一点这个挂吉 可是挂吉的时间的熟度呢 它会比这个甜菜根来得快 所以你会看到我会切得比较厚 OK 这个可能可以切0.5公分 OK 那甜菜根我可能只有切0.3公分 爹地 会不会有人问说 为什么不纯甜菜根 而要加了挂吉在里面呢 因为那个甜菜根的一个口感 跟这个挂吉不一样 挂吉是松松脆脆的 对 要有挂吉的松脆 搭配甜菜根的蜜丝 可是甜菜根的颜色跟甜分又会进来 漂亮 OK 所以真的要种出漂亮甜菜根 我晨晨记得我们去洪福采访 那边甜菜根也是开始要种有机的东西 然后甜菜根都裂了 那我就问赖达哥说 为什么你的甜菜根都不会裂 他说这是管理者的问题 所以其实要用爱心来管理 这个菜有没有 就是不一样 今天的这个甜菜根很实在 它完全可以种得那么大粒 连这个头这边最容易晒到太阳也没有裂 你看 OK 我们就来一点豆干吧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不能太厚 它这个配起来 它不美丽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春卷里面要有脆的 然后松脆的 它要香的 它要香的 那是什么呢 香的就是要虾米 OK 来 你来帮我捶一下 OK 好 我们这个甜菜根你要煮的好吃 你一定要给它大滚 然后再小火 OK 因为我们水用的很少 所以你要这边你看水水的 就是好像冒汗 它会帮忙产生蒸汽 帮忙熏熟这个大块的甜菜根熟 OK 今天的时间给它18分钟 OK 这个timing很重要 因为营养刚好熟 它最甜 OK 然后它最高点 要套糊糊的样子 就是破就好了 我们这个蒜 蒜香 让它在虾米里面 它会更香 所以今天有一个 特别 怎么炒 可以让它 看到高丽菜颜色 又看到这个 蜗鸡的颜色 哇 好辣哦 所以新鲜的蒜头 其实是辣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蒜 移到虾米上面 豆干来 下来煎 OK 好 我们给它盖起来 刚好都是松小火在爆香 今天这个春卷 因为是要 餐馆都用炸的 我们今天教各位 来用少油来煎 你看 它的皮有点厚度 好像纸巾 对 好像有点拉不断 这样子 有没有 OK 就刚好它不会吃油 这边你帮我调一点面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豆干翻面一下 炒这种东西 通常会炒得很油腻 所以要记得盖起来 让它回软 回嫩 然后呢 用铲子把它翻面 好 那这个比较慢熟 好 我们先把这个甜菜根放这边 可是要炒透哦 因为我已经说过 很多人不爱吃 是因为它超轻超轻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豆干移到中间 给它分离一下 这个白色跟红色 OK 然后虾米呢 一些拿到甜菜根上面 OK 所以呢 这样子炒起来就有传统的香气 OK 因为我们 你这样子颜色就不会跟那个 化级混搭了 对 OK 那你先拿个五张出来吧 OK 好 高丽菜因为比较快熟 我们等一下才来夹 我们马上来翻面一下 你看这个马上锅子多红啊 好 那这个呢 我要加盐巴 OK 这个加一点盐巴 好 然后呢 加一点胡椒 好 妈咪你可以雷花生哦 这个一定要有花生 然后再把高丽菜铺在上面 要有一点高丽菜丝的口感 会更好吃 其实这个春卷啊 有花生香哦 那我们要有一种口感 就是不要粉粉的 不要让它粗糊 就是要颗粒的 OK 颗粒的 这让我回味到小时候吃的春卷 一定要有烤香香的 现压的花生 好 我们要看一下 OK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酱油淋在豆干上 来一点香气 豆干上面要有一点香气 OK 好 那我们翻哦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已经回软了 已经软软了 OK 这样就不难吃了 OK 你吃吃看 嗯 OK 你现在过你它的颜色 不会说全部整锅红红的 OK 不要过熟 因为我还要煎耶 OK 所以你过熟你再煎过 春卷就over了 对 有时候吃外面春卷里面的菜 就烂烂的不好吃 OK beautiful 所以即便有时候我们在家 就这种小点心 要有那种传统点心的感觉 还是要煮出它的营养 That's right OK 那这个豆干有点那个酱油香 现在把它放在一起 哇 马上 我们其实要稍微 两一下再来包会比较好 因为怕这个热气到皮里面皮容易破 OK beautiful 这样子好 很好 好 那我们来包 春卷 来 来点香菜吧 然后来点花生 OK 然后我来热油 我们加大概锅子的半公分 来半煎炸 那你就不会说浪费很多油 我们要炒得干爽 你看干爽 如果有水不行 要干爽爽的 有水马上皮破掉 而且我发现原来不能只是 纯粹只靠单一的食材 当你不同食材混搭的时候 它有不同颜色 它的层次会比较漂亮 OK 好 那那个我们现在就这样 这样子来 然后要挺 要挺它才会脆 软软的不脆 然后刚才那个面糊 OK 那到底怎么样的油 可以让它不容易烧焦呢 我们来一个木头的这个水分 来测一下 你进到水 再把水甩掉 起泡泡 OK了 那我们把这个封口地方 放在锅里面 然后你下去呢 你马上会看到它 就是不会吃油 OK 好 那我们用中小火 OK 1.5分钟去按一下时间 差不多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再给它半分钟 另外一面 好 哇 你看 当我们这样用这个春卷米炸出来 里面的颜色透彩 有绿有纸有粉 很美 是是是 所以它这个是更健康的一个春卷 那我刚才有说你的油温要够 不然它会很油 那它有成功的话不吃油是 它是脆的 有没有 敲破了 所以你只要外面 这样的color 就OK了 外面金黄色 那怎么看它成功 我们来切一个看看 你看 哇 这个成功 成功 哇 好脆 很烫 你看 里面颜色多美 哇 我们来看一下 18分钟 哇 你会看到 这个甜菜根的颜色更美 你擦下去 它有脂密出来就对了 你看它的颜色 然后呢 你擦下去呢 它不会断 就没有过手 你这样擦到最里面 它不会断掉 如果断掉 你这个断成两半 等于是已经太软了 太软就overcooked 就不好吃了 而且营养又会流失 对 刚刚好熟 它的颜色 最美的咯 这水分还在 可以喝 或者你可以打 等一下让我打那个 炸两壶 哇 我觉得这个 如果做 今天做那个粿 做孙粿的皮 做颜色 做颜色 做昂古粿不错 天然的颜色 OK 好 那你是不是要炒一个菜 给我吃 好 因为这个甜菜跟叶枣 接近红菜一样 然后我用姜丝 我先一点姜丝给它干爆 那我跟你讲 你这样很难干爆 我教你一个技巧 把它集中 你集中你的油就不会多 我刚刚是先把它锅子干爆 干爆之后再集中再放香油 好 那就对了 好 可是我刚刚干爆是要贴锅 让它逼出那个油香酥味 很好很好 我学到了 好厉害 好 OK 盖起来 香气不要让它烤掉 OK 那我这边呢 我来 教一个西式的 所以我们来切一下 好不好 这个西式的 西式在国外也蛮流行吃甜菜根 那它们大部分是用 加奶油去炒 对 或者去烤 你要不要吃吃看 你看 这个皮刚好 好像果冻 你看 你看 轻盈剔透 像果冻 更甜 我觉得我因为之前我们示范 甜菜根都打生的汁 哇 耶 taste like fruit yes 像Jerry Jerry Jerry 果冻 Jerry 好 那我们那个滚刀 因为已经刚好熟了 所以我们滚刀给它 等一下 炒胡椒盐 好了好了 忘掉完了 好 好 然后我先放梗 我今天有加一个特别 我种在甜菜根旁边 我有种了当归 所以就不会那么热 不会那么冷 这样拿起来放在梗上 把它摊开在梗上 那先这个下巴 先放叶子来 OK 这是嫩叶 这嫩叶放下来 上面 然后当归放在上面 当归 哇 来一点当归的香气 这么简单 就那么简单盖起来 这样全部都可以运用得到 OK 那你去冰箱拿炸凉饭 我们昨天有煮炸凉饭剩下的 300克 切 那你这边要炒的 你就可以切滚刀块状 差不多 好奇怪 切它的那个香气 哇 好好吃 甜菜根的香气 你forgot this OK 我忘了 我的菜 来一点盐巴吧 好 你看颜色很美 热炒菜 哇 绿的更绿 紫的更紫 很香耶 好吧 漂亮 甜菜根 就让我想到类似红菜 它有自然的那个绵腻 所以你炒得刚好之后 你不用加水 其实有麻油香有沒有 是 鹽巴不用太多 一点点就好了 好 好 拿起来 先把它弄好 很嫩耶 嫩 我倒出来 给观众看一下 其实炒菜就是要这样 不油 不水 干爽 然后不要太油腻 好好吃 好嫩喔 我第一次吃那个甜菜根叶 要感谢那个赖大哥 不要浪费 这个梗真的很棒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食材 这个甜菜根配这个素包子 素包子 这么大一颗 对 我跟你讲 有些时候你做菜 你买到大 那你就大力煎 等一下在锅子里面切 OK OK 然后呢 我们先来煎它 OK 你这样整粒煎 等一下好像吃牛排 等一下再来切 OK 可是我这样子 会保留它的原汁在里面 OK 我给它那么大力 我给它两份饭先 这一集现场 看我们做这样甜菜根一定很想吃 其实这个你看很好吃 我要给摄影师 摄影师很健康 我给他吃吃看 有没有很甜 来 有没有很甜 有没有像水果 对不对 有 好 那我刚才 这个面子采的那个 要加一样香料 有 有 有 我要等一下把它爆香一下 其实国外的Fono好大力 就是可以吃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把这个先拿下来 你看 这个等一下最后加 好 这个在国外它可以吃的 所以我今天要 哇 种得不错 虽然很小可是很香 哇 不错 你都在尝试不同的东西 好 我们等一下给它爆香一下 然后等一下最后呢 再把这个 切小一点 对 下礼拜你的生日 你很省耶 一天到晚在家里煮菜给我吃 我跟你讲 我的材料不便宜耶 对 我们今天这个蘑菇 给它先煎 那你这样子等一下吃这个蘑菇 它会比较 你看好像素汤包 对不对 因为那个甜菜根是熟的 所以我们先把那个盐 分胡椒 好 胡椒 OK 你把它煎得九分熟 那我们等一下切它保证 你会吃到这个蘑菇很汁 对 我发现这一次 你这个做法是对的 然后蒜片 因为我们惯性的做法 就是把它切片或切块 对 然后再去煎这样会吃比较多油 然后甜分会流失 然后那个蒜片也可以吃的 蒜片配橄榄油其实是最好的 OK 把它放在里面 那个蒜片等一下我煎给它金黄色 OK 那我给它一分钟 因为我等一下还要用刀子来切它 观众朋友 在家现在鼓励吃十五米 那十五米多煮的 你要多少量 我要差不多一百克一杯 一个两杯的量 一个两杯的量 这个煮熟它会更好消化 尤其病人它其实更要营养的 OK 那我们把它煮熟了 这样一杯够吗 够 够 够 那你要热水对不对 对 热水要多少 我可以把它吃 不要浪费 对 这个要多少水 我要400cc的热水 所以你加 我先加这个刚才煮的 乳水烹调 那我现在加到一杯200 然后再加一杯 那就400了 够了 够了 OK 那我先把那个蒜片翻面 你看这个蒜片 我跟你讲 如果你吃牛排 配这种金黄色的蒜片 真好吃 就是要煎到不苦 因为蒜头很容易苦掉 很多人说 我不会把蒜头煎的这样子 那个通常都会苦苦的 妈你来吃吃看我的蒜头 OK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蘑菇 OK 把它切 现在把它切1 4分之1 你这样煮它的汁在里面 好 妈你帮我把米粒丢下来热一下 对 对 OK 我们现在再来把它这样子切 我先这样看一下 其实不要加盐 刚才那个Bit Root很甜 我们这个 一点点加胡椒 加一点黑胡椒 可是你要撒盐在蘑菇上面 蘑菇已经有盐了 嗯 胡椒 而且我发现真的煎两面 蘑菇的金黄色好棒 然后呢 现在再下一点这个 它的上面的那个 哇我的蘑菇很美的 染红的蘑菇 所以你看没有Butter 没有奶油啊 这道菜我觉得Perfect 更健康 好吧 好 那我们现在 好了 给你排盘好不好 好 那你去帮我拿 我等一下要擂这个 擂什么 擂芝麻 擂芝麻 好 我去帮你拿芝麻 好了 不错不错 好 那我这边要打了 好了 倒一点点 哇 真的像胡耶 很creamy你知道吗 然后颜色特美的 因为无水烹调 一点加一点水 保留它的那个 五花 五花 So smooth 我什么都没加 我没有加盐 不用 没有加糖 不用 因为我跟你讲 炸粮饭十股米 它本身好多味道 它也是甜的 那我们把擂好的芝麻 加甜芝麻 OK 好健康喔 我还要耶 我还要耶 妈咪 下次我割到手要补血 要喝多这个 补血 OK 好 Good 你看我这道菜没吗 没 我们今天应该到外面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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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ay